美中的贸易关税战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今天公告了 长达45页的301制裁清单 预计对大约1300多项中国制的产品 克征25%的关税 听证会将在5月份的时候举行 这制裁清单长达45页 总共有1300多个品项 受到影响的产业涵盖有航太 资通讯机器人跟机械液 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产品 细看这些清单 除了钢铁的多种品项跟航碳有关的产业之外 在医疗上面包括人类医疗跟受医用的疫苗 也在这份清单当中